娱乐之死,金钱之上,一日一根的全面又来了 娱乐圈中艺人和经纪公司的关系可谓是复杂变化 闹到分道扬镳也是常有的事 早前王子义和公司解约的事件就传得沸沸扬扬 公司还特意发声明指出王子义的解约诉讼被驳回 这一份声明可谓是官方有证实,看上去没有什么槽点 可当点开了评论区却是一番别有冬天 要不要点脸,心里有没有点数 这怒气值看起来已经攒够了放大招啊 如果你以为单纯是粉丝的无脑,维护哥哥,对公司乱发脾气 那就实在是太小瞧互联网一线职业吃瓜群众了 继续笑翻评论 好,家伙有图有真相啊 一条条罪状,列举的一清二楚 路人看了都要冒火的水平 直接把简单快乐钉在耻辱柱上 其实,提起简单快乐,相比大多数人都要疑惑挠头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成长快乐新版 显然是个完全没有水花,没有热度的公司嘛 只是个注册了刚刚十年的小公司 旗下的艺人也才十个左右 王子役居然还是里面最红的一个 所以唯一一颗摇钱树还想自己砍掉 这部操作也是罪了 而很快在话题事件里面 粉丝们抛出了罪状,更是让人目瞪口呆 包括已经官宣的综艺被公司推掉 很久以前就制作好的新歌,也一直压折不发 这里面有一个最最过分的就是怪你过分美丽 甚至还在推荐其他的艺人参演 而摆出来的证据更是实锤 直接是怪你过分美丽 剧组的制片人 在分享王子役这个角色 抬前幕后时顺便流露出的对公司的不满 据这篇内容来看 剧组一开始就想用王子役来演这个角色 但是因为简单快乐的 曾挪一人资源 险些与之策合作擦肩而过 而幸好在后来的一次见面中 王子役用自己的诚意打动了剧组 甚至是认定了他 还有如今这个被大家喜爱的角色 这是路人看了都要直呼一句心疼的程度吧 最讽刺的是徐玲这个角色 在剧中就是被公司不看重 被挤压资源,改剧本,给他人做嫁衣 如今王子役面临这样的困境 这是现实版的徐玲 而随后王子役工作室的反击更是让人瞠目结舌 到21世纪了 拖欠一人工资这样的事居然还有 王子役工作室的声明中重点有两点 一,公司有无故拖欠 可购一人工资情况 并且已经被法院认可 二,目前针对节约在准备上诉 一,审判决书并未生效 它为官职啊朋友们 一个有钱投资公司的公司 居然没有钱发工资 而现在距离此次声明已经过去了大把年 结果也很明显 法院经过审理判决认定 王子役的主张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 不支持其单方解约行为 双方应继续履行合约 此外,声明中还强调 简单快乐文化 仍是王子役的唯一合法演绎经纪公司 任何第三方包括王子役本人 均无权签署演绎服务相关合同 而之所以会有此强调 自然是因为在此期间 王子役的有些演绎项目 是没有通过简单快乐文化之手的 这其中就涉及到了法律纠纷了 声明中简单快乐文化 希望这些与王子役有过合作的活动主办方 能够主动联系 以避免或降低法律风险 此消息一出 也就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 圈内明星艺人与经纪公司闹掰的虽然也有 但像王子役这样的还是比较少见的 据了解 以往圈内艺人与经纪公司不合的传闻出来后 基本上很快就会与经纪公司解决 两家井水不犯河水 各过各的 但王子役这种 却是闹掰了 却走不了 而且经纪公司还发声明 将其挂了出来 这种宣誓主权的行为 仿佛就是在告诉王子役 以及希望王子役成功离开的人 你就是走不了 如此一来 王子役的后续发展 就必然会受到影响了 之所以这样 也是因为王子役 已经与经纪公司闹到现在这个地步 双方关系基本上是树如水火 但从法律层面上 王子役又离开不了 所有的演艺活动 必须经过简单快乐文化的介入 而王子役又闹了解约这么一出 被穿小鞋是肯定少不了的 因为网友表示 简单快乐文化就是一家小公司 其扣证王子役不放 是想靠王子役赚钱的 在合同有效期内 肯定会竭尽所能地 榨取王子役的剩余价值 根本就不存在穿小鞋这种可能 只会让王子役拼命干活 而不管是哪一种 对王子役来说 肯定是不如和经纪公司合合计计 一同向上来的好的 想当年王子役凭借 拼一批大火的选秀 偶像联义牺牲 与蔡徐坤同期出道 当然他也是第一个 让大张伟标赃化的流量小生 2018年王子役 阴雨 王一博 动物 落了下风 于是屡次要求王一博 跟他接着笔 当时王一博已经是创造营 101舞蹈导师 而他只是偶像练习生的选秀选手 这种跨尾度的对决 不知是出声牛犊不怕虎 还是自取其辱 在旁的大张伟 或许察觉到了 王一博的大汗淋漓 在导演上前腰舞时 说了一句 原声跳个屁 当然全妹觉得 这里不需要过度解读 但老师也是心疼一博了 随口说了句 但王子役的确有 很要强的个性 这或许跟他优越的出身有关 王子役是山西太原人 山西最出名的是什么 梅老板 王子役的父母 据说是有钱的富商 曾创办了多家产业 财富值未知 但根据王子役 跟家人的视频通话 可以看出 他的背景并不简单 因为他们一家都穿着卡迪亚 随便一瓶红酒 价值百万 而王子役出道时 一身装备超过十万 直接冲上微博热搜 甚至有说王子役如今当练习生出道的资源 都是父亲在背后力捧 因为生于富豪之家 所以王子役生性轻狂 比起普通人家出身的王一博自然优越 王子役21岁出道 曾加入男子演唱组合BBT 后来正赶上风口 参加真人秀节目 偶像练习生 并通过跟蔡徐坤炒CP 维持热度 真人秀中的王子役或许经过包装 反而以温柔大方的性格圈粉无数 但与王一博的碰撞 确实是他暴露个性的关键事件 而这变成了他事业道路上的最知名的绊脚石 继李荣浩被资本压榨后 他的同门师弟王子役也遭遇了同样的处境 2019年 李荣浩忽然发文痛斥经纪公司 声称如果他们再不给自己安排专辑发行 自己就在电动车维修论坛把专辑发出去 李荣浩好歹拥有自己的工作室 算个小老板 拥有跟公司叫板的底气 但王子役却人为言轻 一首歌压了三年至今未发出去 只能默默承受打击 当年跟王子役一同出道的有蔡徐坤 范澄澄 如今他们已小有名气 唯独王子役还在原地踏步 期间简单快乐 先后推掉了王子役的个人综艺 新武林大会和全明星篮球赛 因为被打压的太惨 连最新新剧怪你过分美丽 都站出来为王子役说话 称经纪公司对王子役撒手不管 但又处处限制其自由 也至于怪你过分美丽开播时 本次还因为王子役气氛太少 大骂剧组山系 但谁料现在解约没成 王子役不得不继续接受公司安排 简单快乐于是更加嚣张 将王子役解约未成的声明公之于众 仿佛在炫耀资本的强大 这件事之后 王子役基本告别自行车 因为他跟公司矛盾一生 对方绝不会再给他出头之机 而为了在明星舞台中有力追之地 王子役做出了许多出格举动 2019年明星王子役为巴沙 慈善会捐出了20万 仅次于杨幂和袁珊珊的50万 虽然捐款多是做善事 但王子役作为一个新人明星 却出手如此扩绰当即引起网友质疑 当时有一则爆料说 王子役为了出现在巴沙封面 所以才花钱捐款20万 给巴沙慈善会 结果不久后 他果然出现在时尚巴沙封面 这究竟是明星与资本的暗中勾结 还是网友们的蓄意造谣 这已经无人得知 但可以知道的是 王子役如今真的很缺资源 自从他跟公司解约失败后 事业便一直处于下滑状态 经纪公司为了报复他 拒绝上门找资源 拒绝发歌 甚至拒绝配合剧方宣传 当初王子役跟蔡徐坤CP炒得火热 结果对方一句 无语无奈拒绝炒作 导致他失去了最后的窜红机会 今期年王子役又生事端 比如2019年 他疑似被人扒出前女友 名气略有下降 2020年疫情爆发最严重时 他又被民众目击 不通过体温监测 便被自动放行 虽然这件事后被王子役本人澄清 但其形象早已被舆论摧毁 曾经的王子役是一个乐观相声的练习生 会用活泼的打招呼姿势 跟观众问好 虽然很尬 但现在却迫于事业压力 从未做过类似的手势 许多人认为明星门槛太低 确实入门低 但筛选门槛很高 每年上百名小生小花企图越过龙门 但最后都死在了过气的路上 当年火得一塌糊涂的士小龙 如今只能在真子丹的夜温二中当背景 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嘎兹哥 现在也只能在直播中 卖假酒 骗家人们的钱 王子役从出道至今已经思念 却仍旧处于不温不火的尴尬状态 负责手段掠夺资源 这都是娱乐圈的尝试 上班族们在卷 明星们何尝没有卷起来呢 希望结果不会太坏 努力又真诚的人会被善待吧 好了 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想看的 我们评论区见哦